但是由上述可知像郭没有反对那些是圣人的人 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模仿圣人的人 百拉图生来就是百拉图庄子生来就是庄子 他们的天资就像龙张凤姿一样的自然 他们就像任何遗物一样的纯素 他们写理想国逍遥游也若无是然 因为他们写这些东西不过是顺乎自己的自然 这个观点在像郭柱中是这样阐明的 放之之为名声于失荡而灭于名吉 名吉者认其志分而无豪诛之家 是故虽父万君苟当其所能则忽然不知众之在身 养生主而知也无牙 住如果按这个意义来理解之事 那么不论是百拉图还是庄子都不能认为是有任何之事 只有那些模仿的人才有知识 像郭似乎以为模仿是错误的 他们有三个理由 第一模仿是无用的 深度的编程